这个春节廉假结束之前呢 其实应该很多人会有一种很烦闷的感觉 就是又要回来上班了 压力要重新来了 但是大家不要小看这种压力 它真的会造成一些身体的状况 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了 中医大的新竹家医科主任 胡松林医师来到新闻现场 主任先生观众朋友问个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 好 胡医师我们就接续刚刚的背景提示 要跟您请教第一个问题 真的有民众会出现到 压力大到调法了 这到底该怎么办 这个确实是会出现的啦 对 那压力大的一个部分的话 基本上就是也是会影响到 我们茫囊的一个健康状态 然后就是会造成说 我们容易调法的一个问题出现这样子 好 那其实一般来说调法量 假设说如果不多正常的范围内 大家应该都还可以接受 因为人一定会调法 但是到什么样的程度 可能要开始注意 而且可能会开始有秃头危机呢 一般来说的话 我们正常成人一天的调法量 大概就是50到100根左右啦 那如果说民众想要测试一下说 我们自己的调法量是不是 会多到有可能会影响到 我们的一个 法量的一个情况的话 大家可以去收集一天的一个头发 比较长调的 比如说吸尘器就是吸整天 然后扫地扫一扫 然后再加上我们 洗澡的那些 水龙头底部 那一些去收集看看 一天有没有掉个大概两三百根以上 如果有 那基本上我们就会担心说 这个法量是有足以需要回到 医院来就医的这一个条件的一个部分 是主任那再跟您请教一下 您刚刚说这个收集头发嘛 那头发的这个粗细程度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观察一下 它的这个法质如何 跟我们现在是不是特别需要注意 就是从这个粗细上面 是不是也可以做评断 基本上这个粗细 它比较属于是属于 个人体质的这一个因素 那当然就是说 有一些特别的一个 突发形态的一个部分的话 确实有时候会看到 就是我们的发尾比较粗 然后发根比较细 甚至有时候 它掉下来的整个痕迹 会有像惊叹 惊叹号的一个头发情况 这有时候就是一些终止其托法 大概也是跟我们的压力 比较会有相关的一个情况 在这些头发的掉发的形态里面 大概是可以推敲 有一些特别特殊掉发的一个原因 不过基本上整体 头发的粗细的一个部分的话 我们大概就比较不拿来评估 这样子 是那再请教一下医生 因为雄性突这个词 其实应该很多人都听过 那因为它是雄性的关系 前面有两个字写雄性 所以很多人认为 一般只会一定发生在男性的身上 但是不是其实女性也会罹患 的确 这个雄性突的部分的话 在男生倒是比较常见 就是一般的话 就是男生的部分 如果雄性突的状态的话 就是会开始出现M字头 然后再来就出现我们头顶的突发 然后最后就会前后相连 那在女生的一个雄性突的一个特色 大概跟男生雄性突 大概不太一样 那女生的雄性突的部分 大概会在我们中间的发际线 那里的一个托法会比较明显 然后甚至范围会比较扩大一点 不过详细如何还是建议来到医疗院所 再做评估会比较容易能够找到 我们掉法的一个原因 是那除了雄性突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迷思 我们过去可能会觉得说 可能年纪稍微长一点的长辈 它比较容易会掉法 但是现在这几年是不是有 逐渐年轻化的趋势呢 医师你能观察 的确哦 确实到目前到诊间的一个 调法的一个民众 大概还是一中年的一个族群 是稍微比较多一点 那比较年轻的这个族群 偶尔也是看得到 不过大概都是源自于 自己内心的一个担忧的一个比重 稍微比较高一点 是 所以最后最重要的 平常民众应该要怎么样 养法来减少法量呢 医师你怎么看 基本上我们的头发 大概跟我们头皮的一个健康 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那所以如果说 今天头皮的健康 是跟我们的一些特殊的一个疾病 有相关的一个部分 像有一些族群 可能有一些 肝生功能的一个问题 或者是说 它有一些贫血 或者甲状腺的一个部分 如果是有一些特殊疾病的一个部分的话 当然本身就是要在医疗院所 在做评估的一个部分 那平常我们一般族群 如果说要保健我们的头皮的部分 还是尽量减少 使用一些太过刺激性的一个物质 比如说平凡的一个蓝法 那生活上的一个部分的话 就是尽量减少 太大的一个压力的一个事件 这样都有助于 可以维持我们头皮的健康 好 除了维持头皮健康之外 其实刚刚医师提到的这些 也跟身体健康有非常大的关系 所以除了头皮上面要好看之外 身体保持健康 有正常的作息 良好的饮食 当然还是最重要的 今天的健康一点东探员 非常感谢胡医师 加入到我们的新闻现场 非常谢谢您